新北市三重的儒家食品疑似违法使用了化工籍石膏粉来做成豆花 还回收呢医疗用的洗肾液空桶来装鲜草茶 今天呢负责人被新北市行大约谈道案说明 而新北市环保局还追查发现 原来呢是三重的红人医院有员工 私自呢贩售要回收的洗肾液的空桶给儒家食品 而且院方也没有依法跟合法的回收业者签约 来处理医疗的废弃物 所以已经被开发 自家生产的豆花被怀疑是用化工籍的石膏粉制作 卢家食品的负责人卢国金今天遭到新北市行大约谈 但面对镜头卢国金不断喊冤 强调使用的是能吃的天然石膏粉 台北市卫生局在追查卢家买的石膏来源后 确认是食用级的合法添加物 因为贩售石膏的第一化工 没有贩卖食品添加物的许可证才会把产品都标识成工业用的 只是卢家的豆花虽然证实没问题 但用医疗洗肾液的空桶来装仙草茶 则是事实 清北市环保局查出原来是三重的红人医院有员工 私自把废弃的容器卖给卢家食品 每一个十公升的空桶大约卖七到十元 这样的买卖可能长达三到五年时间 当时事件爆发时 红人医院还变称有依法将废容器交给合法的回收业者处理 后来环保局查出他们根本没签约 已经违反废弃物的清理法 因此对医院开罚九万元 至于红人医院和卢家食品 还有没有隐瞒实情 或是其他违法状况都将由减调侦办 这才一类其忘信中新北市报道